阿媽 未來通關了 國內遊客人會來 當然要介紹我們國國的美租客 光臨的朋友們 你好 通關了 突然來到香港最合適的地區 廣角一定要來 不要只看理由雜誌 聽聽一下本地人在這裡有什麼好買 有什麼好吃 去啦 銀金點心 按照修賣 超級好吃 又單雅 又爽口 要喝特別的手工啤酒 就要來Mathouse 特別傑克 吃完喝完 就可以來三田本舖 買它的古早味蛋糕 喜歡的話 也可以留在香港最旺的旺角 開店做生意 阿媽 未來通關 國內朋友去白板腥來香港 當然要介紹一下我們帥哥租客 在旺角這裡有什麼數據支持 阿媽 之前 為甚麼 有個老虎在這裡 你還是戴著虎年口罩 為甚麼呢 因為虎年可以脫下口罩 阿媽 我們的首席簡報專員有什麼數據 很多 其實在疫情爆發之前 香港每年有大概6000萬個遊客 遊客內地方面佔了4000萬人 那這4000萬遊客在香港一年的消費 大約有1600億港元 1600億 你知道有多大嗎 香港平均疫情期間 零售銷售的總額每個月是280億 即是等於有5個半月 香港零售是零消費 而以前一天平均有10萬遊客 由內地來香港 人均消費成4000港元 所以其實算下去 雖然現在疫情爆發期間沒什麼遊客 但當時又通關 就算不一下子上升6000萬 只剩一半 甚至三分之一 都一定比每遊客好很多 而旺角本身是核心消費區之一 本身很多中外遊客都會來 在以前疫情爆發之前 你會看到很多人破劫 香港本地人消費 遊客都會來消費 但疫情之後 2021年只剩9萬人 沒人消費 現在通關了 一定比每遊客好很多 尤其是一個 你留意一下 做鋪一般都是做零售 飲食或服務員 最貴價的零售是中標珠寶 因為人的消費模式改變了 中標珠寶 名牌自己未必那麼快復償 但反而多攤來的時候 日常消費品 藥房、藥妝 外賣店、飲食店 就一定是最受惠 而旺角也比較中檔消費多 買鋪要買得到Pro PRO 先講P 可實在轉中場 轉線 冬慣了 中場線呢 中場線當然還有利好消息 其實已經出了新聞 在我們身後水務署的前地皮 旺角洗衣街 新聞都說了 今年第一季 政府會正式拍賣土地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這裡將會建立一個 全新的旺角最高的商業 本身建築面積152萬平方尺 包括了樓上的寫字樓 75層高比浪豪峰更高 再加上有商場 再下面有交通交會署 我們請教過一些做商業的專家 他說甲級商業 大概平均100至150呎左右 就可以融合一個工作人口 152萬平方尺 就可以融合一萬個工作人口 152萬平方尺 不知道你感覺到有多大 浪豪峰大概130多萬平方尺 即是說在後面這裡會比浪豪峰更大 那浪豪峰街道是不是旺角呢 所以為什麼會叫做旺角新的一哥 除了這裡之外 其實沿著亞街路街 洗衣街 通賽街 花園街 一路數到尼敦道 波蘭街 都是中外遊客 都是會來的消費地方 所以我們相信 當這個項目落成的時間 能夠更加帶旺到附近的商店做生意 那就更加好的 再長線一點 其實我們使用 旺角去到太子的方向 的洗衣街 花園街已經納入了市建局的重建規劃研究 那會做什麼呢 其實市建局就打算 將旺角的洗衣街 和花園街那一段地方 重建完之後 成為了一個雙謀 和一個聯繫書樓 那我相信當重建真的落實的時間 附近的商店價值更加高 阿媽 說了這麼久 有什麼好報介紹 好話 我們基金過去的三年 在這裡附近我們買了四個店位 不如大家看看 好 3 1 3 這間就是我們燕布 房街16號地下的店 好 我們到這間了 1 2 好 這裡就是我們第二間店了 花園街 銀瓶點心 大家煮得挺好吃的 多人光顧一下 好 這裡就是我們第三個店位 洗衣街161號 剛剛成家而已 現在正在租 我們不如看第四間吧 好 好 好 來到我們第四間店了 洗衣街115號山田本店 市民 古早味蛋糕 我們的店由400呎到1000呎都有 來去水三上電 洗衣間全部齊 適合各行博業 這裡附近短線的有這個通關 中線有洗衣街地平發展 長線的有市建高的重建規劃 懂得選 當然是選這裡附近的店 好 媽媽 很多人都問我 這麼慎 為什麼要買呢 我們是基金來的 我們最重要的做到 就是追求到目標的回報 有剩的留給下一手 好像發展商一樣 做到貨如輪轉就最好了 好 祝大家兔年 買氣金磚頭 兔年希望大家泡泡高升 恭喜發財